大家好,我是三喵鞋,乌梅上岗 之前我不是做过一期讲那个所谓的爱国青年那期节目吗? 那从这个幼儿园的童言无忌到这个宝马车的这个车展的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留言说 难道宝马车展上那几位年轻女孩子就没有错吗? 那么这句话其实在很多时候是一句非常非常普遍的话 难道受害者就没有错吗? 这个人是被侵害了 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你为什么不好好反思反思 他怎么不打别人,怎么就打你 这话数吧 这就是典型的要去找一个完美受害人 这种话现在听起来简直是混蛋至极 但是咱们作为一个有温度的学者 咱不能只是说谁说这种话 这就是混蛋 但是这种事情为什么如此普遍? 咱们值得往内心处探究探究 因为人本身 人的这种动物是渴求一种community 渴求一种这样的一个社群 我们把这个写下来 community社群 而社群维系社群存在的一个很必要的元素是什么呢? 他的秩序,他的order 那这个秩序和order你可以基于暴力 你也可以基于这样大家都认可的这样的一些规则 我们心里默认这样的一些order 是基于大家都能默认的一些规则 但是很多很多情况下 天不随人愿 这样的order就是基于这种暴力 就是基于这种毫无道理的这种霸凌 这种现实是很残酷的 而人是一种很矛盾的动物 他会有一种内在冲突 看到外界合理不合理吗? 不合理啊,对不对? 那你能改变吗? 不能改变 这个时候你是要面对自己的无力的 尤其是一些你本来可以改变 但是你却没有改变这些东西的人 比如说一个家庭里面当爹的去揍自己的子女 而当妈的他的身份明明应该去阻止这一切 但是他没有去阻止这一切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他如果面对自己的无能 人很多时候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这个无能的 你告诉他你身为孩子的妈 你在这种情况你就是独知 你就是无能 你就是一个极其失败的母亲 他接受不了 他要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对,人在面对这种指责自己的时候 很多情况还是不愿意去指责自己的 不愿意去刺行 所以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怎么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呢? 嗯,我这样做是没有错的 你看当爹的打儿子 儿子一定有不对的地方 看到了没有? 哎,儿子一定有不对的地方 这个时候 这个儿子他只要不是完美受害人 那么爹打儿子也就合理了 也就是说他把一个基于暴力这样的一个秩序 基于暴力这样的一个秩序 他给变成了一个基于规则的这样的一个秩序 基于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规则的一个秩序 他的内心完成了一个对秩序来源这样的一个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个本来可以做点什么 但是没有做什么的人 他可以凭借这个获得一点点的心安 这是很多的人去进行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 还是周树仁说的一句话 这个中国人用蛮和骗来制造出一种世界来 然后陶醉在这个世界里面 说的很多情况下就是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前几年吧 那个一个叫拉姆的一个网红姑娘 被他的丈夫给泼气 又不是给烧死了吗 大家很同情他 给他捐款 但是即使这个样子 他的很多同乡觉得拉姆并不是一个完美受害人 因为竟然逼得要让丈夫跟自己离婚 害得丈夫都没有面子 这话都能说得出来 所以你看到没有 让受害人完美无缺 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于受害人来说 是一个很苛刻 非常非常残忍的一个行为 那这么做当然是混蛋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本质上还是 你明明应该构建一个基于规则 基于社会正义 基于社会公义的一个community 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构建它 对不对 本质上作为一个你可以去做这样的人 你是一个无能 无耻 本来就无能 那么你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 你不承认自己的无能 你还把脏水破到受害者那里 你无耻 在这种情况下 但是我心安了 对不对 我心安 我眼不见 心不烦 我不会有愤怒 因为任何的受害者都不是完美的 我只要找到他的一丁点瑕疵 我就可以认为这个社会规则就是好的 你就可以说 为什么唐山的那几个人就打那几个女孩 他不去打别的女孩 你看我们国家吃烧烤永远是最安全的 不要拿个例去否定整体 你看这话熟悉吗 本质上还是你明明可以做什么 但是你没有做什么 这种情况下 对吧 对吧 我就不想说什么了 对不对 那当然这种话对这些人你说再多也是无济于事的 对吧 这个犹太人有一个这个预言还是什么来着 就是这个地狱的最深处永远留给这样的一群人 在道德危机当中保持中立 而不作为的这些人 地狱的最深处留给那些人 当然您如果是一个无神论者 您就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我就是这么觉得 对吧 那也没办法 那有人说这么样 就是在这个 像西绪福斯那样往山上推石头 眼看推到底了 然后这个石头哗滚下来 然后你这所有所有的一切都做成了无用功 是啊 我承认 可能有这一方面的成分 但是你这话我不说出来啊 的确是堵着话 那么到最后呢 我就想到卡尔维诺啊 还是那个东西 看不见的城市的结尾 对吧 生者的地狱 它是存在的 就是在我们身边的 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麻木的东西 有两种避免感受到地狱的办法 第一种办法呢 是这个什么 你习惯它逐渐变成地狱的一部分 对不对 这就像那个很多的那个 就是热刺球迷 嘲讽切尔西一啊 对不对 嘲讽薄利啊 这个理解薄利 变成薄利 对 那么就是你朝 你憎恶地狱 理解地狱 变成地狱 一样的 对不对 那第一种就是你到最后变成地狱的一份子 第二份 第二个办法 困难一些 那是什么呢 在地狱中找到非地狱的人和物 学会辨别他们 并赋予他们空间 其实卡尔维诺 说的挺温和的 对不对 你说这样的一种找完美受害人 本质上实际上就已经就是一个扭曲不堪 一个已经在道义上完全破产的规则 你去想办法要把它变成一个内在的合理化 那你是不是这种规则的这种帮凶呢 对不对 所以说你说我能改变什么呢 那我什么都改变不了吧 但是这么你为什么要去寻找完美受害人这样的一种心理动机啊 大概给大家讲一下 对吧 这一集其实没有任何的故事啊 其实你来说道理都说不上 这是常识 那么作为一个正常人 对不对 你面对这种社会不公 那不要去找这种完美受害人 一个人在一些事情上做错了一些事情 不构成他被迫害的理由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显显的常识 甚至你什么都不做 你也可能遭受迫害 这这也是个常识吧 对不对 所以说不要去找这种完美受害人 当然这很不容易啊 因为这就意味着你在这样的社会里面 你要保持愤怒 并且还要学会控制愤怒 真的太难了 所以说你在这样的社会里面 对吧 在这样的地狱里面找到非地狱的人或物 去赋予他们空间啊 这个挺难的 挺难的 那我也努力吧 行吧 今儿这话说的挺丧的 反正话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